病例五 南63岁 住址为丰台区花乡 新发地电商产业园南园西路346号平方 新发地市场保洁园 6月13日由专车转运至集中隔离点进行集中医学观察 6月20日出现咳嗽等症状 未报告、未服药 6月27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6月28日由120救护车转运至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诊 6月29日确诊 临床分行为普通行 近日隔离人员中陆续出现了多例隔离期间发生症状不报告的情况 部分患者因症状轻微未报告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新冠肺炎病毒致病激励复杂 疾病特征有待进一步研究 症状多样、不典型、不易引起重视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切不可掉以轻心 日常要做好个人的防护 关注健康状况 出现不适症状 要全程做好防护 及时就医 集中隔离、居家隔离人员 请严格按照隔离要求 调整心态 坚持做到不外出 每日监测报告体温 出现任何身体不适 均要及时报告 按要求就诊 配合做好 检验、检测和环境消毒